船员用孩子威胁 想要找点乐子 就这样一场悲剧发生了 等大副完毕 阿琳以为终于结束 谁曾想两个船员并没有放过他 继续用孩子威胁 再次被折磨后 阿琳早已遍体鳞伤 但他咬牙支撑着要回了孩子 船员把他带到座位上 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看见林作的老奶奶后背不舒服 学过按摩的阿琳主动帮老奶奶按摩 老奶奶拿出精油让他一块用 阿琳看见老奶奶包裹里 除了精油还有其他品品观观 他感到好奇 老奶奶告诉他 这些不同的种子 其实都是致命的毒药 有让人双眼失明的 有让人呕吐 拉肚子 三到五小时死亡的 还有毒性强烈 马上致命的 有专门的客人买这些种子 用来对付坏人或敌人 而他就是靠收集贩卖种子为生 给老奶奶按摩完 阿琳准备休息 可刚躺下 船员就来叫他 称船长要见他 阿琳被带进办公室 船长对他的经历丝毫不关心 阿琳明白着意味着什么 回到作为 他痛哭着跟老奶奶要种子 老奶奶猜出了他的遭遇 可怜他一个女孩子 竟然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于是没有丝毫犹豫 就把种子给了他 随后 阿琳拿着种子来到餐厅 此时船员和大夫 正在和妓女一起喝酒 阿琳拿了三瓶啤酒 放在三个男人面前 又端着威士忌 亲自给船长送去 很快 船靠爱了 阿琳和老奶奶道别 准备下船 正在这时 救护车呼啸而来 拥挤的人群顿时骚乱起来 阿琳没有理会 抱着孩子 竟直下了船 因为身无分文 但要去汽车站 还要乘出租车 阿琳只能求路人帮忙 求了很多人 终于有位女士答应 让她跟自己一起乘顺风车 下车后 善良的女士 还给了阿琳一点零钱 就这样 阿琳成功到达了汽车站 坐上大巴后 车上的电视 正在播报船员和船长 离奇暴毙的新闻 阿琳看着自己的杰索 脸上只有平静 如果可以 她要亲眼看着他们 一点一点痛不欲生 而不是这么轻易成全他们 因为这样根本平息不了 她心中的恨意 大巴车很快朝着目的地出发了 阿琳的心再次揪了起来 因为她手里的钱 根本不够买一张车票 她还不知道 一会儿售票员过来时 自己该怎么应对 年轻的母亲 解开衣巾给孩子喂奶 可身旁不怀好意的男人 却直勾勾地盯着她 还提出了一个无礼的要求 眼看两个男人越来越无礼 阿琳再次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 赶跑了两个流氓 自己坐在了阿琳身边 男人看起来很绅士 没有盯着阿琳 也没有主动搭话 很快 售票员开始收钱 眼看离自己越来越近 阿琳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为了不被赶下车 她向身边的男人求助 男人很慷慨地帮她付了车费 之后 两人之间的气氛 渐渐轻松起来 得知男人不是警察 而是海员 阿琳选择的心终于放下来 在男人的询问下 也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阿琳五岁时 爸爸随于一场车祸 妈妈上吊自杀 从此 她被婶婶受留 怎样婶婶黑心 将阿琳当成了家里的仆人 稍有不顺 就会打骂她 在这种环境下 阿琳苟且偷生 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 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这家人 没想到16岁那年 却被叔叔猥亵了 之后 阿琳外出打工 却遇到了青梅竹马的邻居阿强 阿强带她去了自己生活的城市 在那里 阿强已经结婚 有个非常漂亮的妻子 嫂子对阿琳非常好 叫她化妆 叫她打扮 不管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跟她一起分享 有了家人的关心和陪伴 阿琳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温暖 这段日子 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不过 也有烦恼的时候 阿强和妻子 每天晚上都在一墙之隔亲热 正属青春年华的阿琳 自然知道对面是什么场景 起初她感到难堪 恨不得把耳朵堵起来 不去听到脑的声音 但渐渐的 身体里的嫩牙开始苏醒 因为工作原因 嫂子要出差 和阿强独处 阿琳终于按捺不住少女的心思 她偷亲她 小岛上 房间里 到处都留下了她们快乐的痕迹 她们像一对真正的情侣 不过很快 就迎来了恶国 阿琳怀孕了 为了掩人耳目 阿强把阿琳送回老家 让她在这里生下孩子 可谁知从那以后 阿强再也没来过 她一个人生下孩子 在产房里失声痛苦 因为想知道 阿强是不是抛弃了他们母女 阿琳决定去找哥哥问个明白 这才抱着孩子踏上了路途 没想到将在船上遭遇了 惨无人道的对待 听完阿琳的遭遇 海员不禁唏嘘 询问她要不要帮忙起诉他们 因为阿琳隐瞒了下药的事实 海员并不知道 那些作孽的船员已经惨死 阿琳回答不用了 她们自然会遭到暴雨 因为天降暴雨 汽车无法前行 只能临时住一晚 但谁都没想到 这一晚并不平静 许多人都说菲律宾的电影好看 已经超越了日韩 很多人还不信 直到这部电影的出现 影迷们才知道 什么叫大开眼界 女人想要感谢男人的帮助 起了 一路上非常绅士的男人 却在此时露出了马脚 阿琳没有拒绝 跟着海员走进了房间 放下熟睡的孩子 她走进浴室洗澡 结束后 阿琳一边喝酒一边说 从海员看她的第一眼 她就已经猜到 他们最终还是会 以这种方式收场 像她这样的女人 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她 男人只是把她当成玩物 第二天早上 阿琳还在熟睡 海员却接到了妻子 催她回家的电话 临走前 孩子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没有叫醒阿琳 海员只好拿过阿琳的包裹 翻着纸尿裤 却不小心看到了包里的种子 她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脱下孩子的尿布时 海员又惊呆了 阿琳明明告诉她 自己生的是女孩 但眼前的 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孩 回家后 海员和妻儿一起吃饭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报新闻 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想要卖掉孩子 让目击者尽快提供两人的信息 而画面上出现的人 正是在餐厅吃饭的阿琳和海员 此时海员才知道 原来阿琳的孩子 生下不久就夭折了 阿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所以从医院偷了一个男婴 海员终于如梦初心 没想到一夜放纵 竟然被当成了阿琳的同伙 此时阿琳已经被逮捕 但她称这一切 都是海员指示自己的 毒是她让下的 孩子是她让偷的 如果不信 可以去海员的包里搜查证据 很快警察找上门来 并在海员的包里 搜出了那几瓶种子 人证物证巨在 海员跳进黄河也写不清了 警察逮捕了海员 但海员不甘心 就这样承受冤屈 她试图逃跑 却被警察一枪击毙 故事最后是电视镜头里 阿琳那张满脸泪痕 但嘴角带笑的脸 没人能想到 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孩 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 欺负她的男人 让我来自负责的女孩 不得像